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次我從香港飛美國的洛杉磯 中途在日本的東京轉機 中間會停留8個小時 我就利用這8個小時 來一個東京上野一日遊 坐Skyliner還免費送了一瓶大蜜茶 一張飛大概人民幣的價格是122元 大概在坐40分鐘的時間可以到達上野 買票非常方便可以用支付寶購買 對號入座,座位相當闊落 一到站下來就是上野站 今天我的上野一日遊 首先來到的就是上野公園 前面首先看到的就是上野動物園 上野動物園是日本東京最古老最著名的動物園之一 至今已經有140多年的歷史 動物園入面最出名的寶貝當然就是我國的大熊貓 之前我們大熊貓鄉鄉回國內的時候 有整個晚上的日本市民和鄉鄉在這裡廢內告別 我想有不少人跟我一樣 第一次聽到上野公園這個名字 就是從我們國學大師魯迅先生所寫的那篇文章 藤野先生中所了解到的上野公園 當時文章中是這樣寫的 東京也無非是怎樣 上野櫻花算爛的時節 望去它有一張翡紅的青雲 日本東京的上野公園 最著名的就是它的櫻花 每年春天三到四月份的時候 風一催落櫻花慢慢飄落 在公園裡一千三百多棵櫻花 是日本最佳的上櫻花地點之一 在上野公園裡有很多歷史文物景點可以參觀 我現在走進來的就是 供奉德川家康的東照宮 在進來的道路兩旁 有95座的石燈籠 還有195座的青銅燈籠 德川家康就是日本戰國時期 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 上野公園是日本最早的公園 亦是日本最大的一個公園 本來它是屬於王家 後來王家將管理權交給了東京都政府 所以這個公園的名字 它的全名叫上野恩賜公園 公園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622年 公園裡保留了很多江湖明治時期的舊建築 裡面有博物館、美術館和科學博物館等等 當然我的時間有限 去不到這麼多地方參觀 在公園裡還有寺廟有神社 可以說上野公園 就是新老文化共存 西方和東方的文化共存 神佛共存 整個公園的面積有53萬平方米 每年7月底到8月份 在公園裡的不隱瓷這裡 開滿了整次的河花 不知為什麼這邊的河花這麼高 這裡的河花高出水面很多很多 風一吹過河花左右搖擺 比眾多的河葉襯托著 非常漂亮 在上野公園這裡 春天的時候可以上櫻花 夏天的時候看河花 而冬天秋天的時候 就可以欣賞紅葉 一年四季都是美景 我這次過來的時間 就是上河花的最佳時間 現在前面我們所見到的這座寺廟 就是有著400多年歷史的寬永寺 寬永寺就是和佛教有關 在日本的佛教文化 就是在唐朝的時候從我國傳入的 在公園裡有著眾多藝術表演者 這位老人家將自己的身體塗成白色 他所模仿的就是著名雕像的姿勢 在公園裡平時可以見到很多賣藝者 一到週末或者日子假日 有不少日本人都喜歡過來上野公園這一邊 坐在櫻花樹下聊天吃東西 今天我走上野公園就是走馬觀花 因為轉機時間有限 走一圈上野公園之後 接著我過來距離上野公園非常近的 一條著名的商業街 橫廷商店街 橫廷商店街 是在日本東京為數不多的 非常接地氣的商店街 在這邊有著眾多的小食店和居酒屋 差不多到中午了 朝來我找一間非常接地氣的鰻魚飯店 來吃午飯 就是這間店 他們這裏的鰻魚飯最出名的就是 好吃又不貴 站在門口就已經聞到他們正在燒的鰻魚香味 在這條街上有眾多美食 不過我今天就是想吃鰻魚飯 這些就是在現場燒的鰻魚 整間店非常細 眼見就是這麼大 桌子就是留給兩人以上的客人 我一個因的就是坐這裏 每樣的前面都有調料 七味粉、豉油和辣椒粉等等 在日本點餐非常方便 有圖片有價格 菜單上面的圖片和上桌拿給你的食物 相似度幾乎是百分之一百 所以照著圖片點都不會出錯 今天我就點了這個套餐 其中有一碗鰻魚飯 鰻魚可以加量 但它的油脂特別多 正常份量就已經足夠 如果加多一塊鰻魚的話 分分鐘會製 接著就搭配了一碗湯 裡面是鰻魚的厚蛋燒 再搭配大米茶 這條鰻魚 外表看著燒得比較焦香 但裡面非常柔軟 醬汁鹹甜適中 不會偏甜 口蛋燒裡面的鰻魚 令口蛋燒入口油潤很多 吃一吃一吃才發現 原來這個套餐是沒有青菜的 先喝一口湯 這個湯很清 不過喝不出是什麼湯 你不要以為保溫壺裡 裝著的是熱的茶水 全部都是冰的大米茶 這杯茶不是保溫 而是保冰 這碗茶入口真的超級涼 在吃飯的過程中 可以搭配他們醃的這些 鹹的黃瓜仔 入口非常脆口 和鰻魚飯一起搭配著來吃 可以豐富入口的層次 看著這個套餐的份量 覺得不太多 但一個人吃又足夠飽 你們猜一下這個套餐 一個我用了多少錢 一元就是1080元 相當於人民幣50元 在橫丁商店街這邊 消費是否很接地氣呢 接著我們就要掛下橫丁商店街 左邊一條街 右邊一條街 首先我們走左邊的這條街 這條街比我自己的感覺 就像比賽市場多些 這一檔就是賣水果的 水蜜桃和巨峰提子 都是這裏的特產 買一個超級大的水蜜桃來試試 700元日圓買了一個超級大的水蜜桃 相當於人民幣35元 還用了日圓500元 相當於人民幣25元 買了一抽巨峰提子 現在的匯率 一元雞的人民幣 就差不多相當於20元的日圓 海鮮市場依然是有著眾多的品種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換選一下格格 東京的這條橫廳商店街 在以前的時候 一度成為了販賣美軍物資的交易市場 現在在橫廳商店街這一邊 除了有海鮮、水果、美食、小食和居酒屋之外 還可以買到物美價廉的衣服、包 還有免稅的藥妝店、電器店等等 絕對是一個休閒放鬆 飲食購物的好去處 剛才我走的那條街 這條街就類似於菜市場 買海鮮的居多 然後就走過來旁邊這條街 以小食店和居酒屋居多 這條商店街 在玩客的時候就會更加熱鬧 在這條街上 竟然還看到幾間中國人開的飲食店 就是這間店 打滷麵、餅餅麵、牛肉麵、大麻花、燒雞 大煲的 在這條環天商店街 可以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我很喜歡慣這些藥妝店 不單單可以免稅 而且裏面有很多服務員都會說中文 購物相當方便 大黑屋 喜歡買二手奢侈品的朋友 千萬不要坐過日本東京二手店 這間店很特別 收買不同口味的炸番薯 一邊逛街 一邊看著時間 千萬不能玩過龍 遲了就影響登機 為何我會選擇在日本轉機去到洛杉磯 機票便宜 這一程的機票才是3200元人民幣 你們說抵不抵錯? 去到美國性價比最高的機票 就是從日本的東京或韓國的首爾轉機 好像我這次這樣 還可以來一個一天遊 一天都兜了6個多小時 接著我便準備坐車回到機場 看著車外的景色 品嘗著事先洗好的巨峰蹄子 味道真是超級甜 水貿道遲點上機前再吃了它 比我整隻手掌大 又是坐了四十多分鐘 時間計得剛剛好 到達了機場 這次所搭乘的航空公司是美聯航 接下來的視頻 會從我自己的視覺 和大家分享 我是天使之城的所見所聞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留意收看 今天的視頻 日本東京上夜一夜遊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 多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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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 多謝你們